酒店小姐長腿一字排開 這樣的景象暫時不復存在 指揮中心統計截至10號為止 全台437家酒店跟五廳停業 包含地方政府執行停業140家 自主停業105家 停業時間沒有期限 定義方式也更明確 當然因為地方的型態不同 所以它的這個名稱會有所不同 像有些地方就叫做李龍KTV 只要有男女陪侍就必須停業 指揮中心不容許任何模糊地帶 就怕民眾輕忽了武漢肺炎的威力 因為以4月9號前 國內確診的380例來看 除了七成屬於輕症 高達兩成共81人有肺炎 14人進入嚴重肺炎 甚至12人急性呼吸窘迫 有生命危險 等於命危的比率高達3.2% 現在有13例在做有呼吸器 大概都是以所謂的年齡 大概是比較高的 六七十歲 那另外可能都有一些 叫做一些這個潛在的疾病 但提高警覺也別過度恐慌 指揮中心就發現 近期去過十一處觀光景點的人陸續湧入醫院 陳時中強調不是有去過景點就要就醫 我們現在不是說你去過擁擠處就要就醫了 我們說有去過擁擠處 那有症狀的話 那戴口罩就醫 告知這樣的旅遊史 接觸史 群聚史 疫情當前沒事別亂跑 真的出了門 保持安全距離外 也得戴好口罩 東森新聞 許舒敏留言 楊少仁林佑芝 台北採訪報導